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冰姐是香港很出名的电影宣传 她的文章经常在各大娱乐版或娱乐周刊见到 当时的艺人经常笑着说 若果未被林冰访问过 未去过林冰家吃饭 即是你还未入楼 原因冰姐之不好 哪个艺人不想让她访问 第二 冰姐之获产 亦夸拉拉众所周知 我有幸冰姐请客 我经常陪客 在她种多拿手好菜里面 有一味最不显眼 偏偏最得我欢心 这味就是一碗棉 主要是大杂蟹季节 大家吃完蟹 喝完花雕酒之后 怎么都要有一些淀粉质浪下胃 冰姐就会煮这一味 看下简单 其实煮起来才知道 它有多复杂 多多功夫 表面上它是一碗肉碎上海面 实际 那些并不是单单肉碎那么简单 它还有笋 虾米 和酱菜 它将所有材料切到小一小 但又不可以太小成为末 加一点的紫天椒一起炒 炒到极干身 接近净净 这样就够了 听上去也不是太难 多功夫 当然了 我还未说到那煲汤 那煲汤是用牛骨 猪骨 牛肉 猪肉 和陈皮 白胡椒 慢慢熬出来的 那个巧妙就是 骨味和肉味要很平衡 即是说 下多少骨 下多少肉 哇 四样东西 你要记住 怎样可以比例 刚刚好 这个就是 要时间的考量 因为冰姐说到明 她说 如果骨和肉的比例 不对的话 煮出来就不和味 那就不好喝了 哇 我试过的了 我用了大半日 才成事 叫做勉强合格 吃过的人 不是吃过我那煲 而是吃过冰姐那煲面的人 个个都想encore 不过冰姐喜欢限量制作 所以至今都真是令人回味 真是只得回味 因为林冰小姐 在九年前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去到这里 我与其怀念 不如下手下脚 煲饭饭 因为如果真的想卖面的话 这一味一定是我的招牌面 我会讨计划 我会讨计划 我会讨计划